文章来源 美股投资客 据路透10月4日报道 加拿大男子将88000元投资特斯拉TSLA US股票 变成了4.15亿元 但很快就血本无归 现在他已对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起诉讼 克里斯托弗·德沃赫特·Christopher Devocht是一名木工 居住在卑诗省Sauke市 德沃赫特声称RBC Dominion Securities Inc RBC Wealth Management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和Grand Front LLP违反了合同 玩忽职守并提供了不充分的建议 导致他彻底破产 根据卑诗省最高法院的诉讼 德沃赫特是一名兼职投资者 其投资组合主要由特斯拉公司的股票和衍生品组成 截至2019年底价值88000元 随着特斯拉股票价值 在此期间迅速增长 德沃赫特先生继续将他的所有资金和投资收益 投资于特斯拉股票的看跌和看涨期权 诉讼称 截至2020年2月底 他的证券投资组合的标价约为550万加元 到2020年6月底 也就是他30岁的时候 标价约为2600万加元 并且还在迅速上涨 股票大赚后 德沃赫特想买一套住宅 搬离他的出租公寓 于是2020年7月 他联系了RBC银行 希望用他在RBC交易账户中的权益获得贷款 并被介绍给RBC的一名财务管理顾问 然后他与RBC达成了一项财务规划建议协议 此时他的投资组合价值接近5000万加元 该诉讼称RBC顾问未能理解和支持德沃赫特不断变化的愿望 即通过清算他的特斯拉期权 并将财富转移到可以产生被动收入的安全投资中 以此来实现实质上退休 根据诉讼 德沃赫特获得了一个RBC保证金账户 Margin Account 俗称资展 这使他能够轻松借钱进行交易 德沃赫特还被介绍给了 Grant Thornton LLP的一名税务顾问 根据诉讼 到2021年4月 Divorged的净资产已增长至1.86亿元 到2021年11月 他的证券投资组合价值4.15亿元 德沃赫特在诉讼中声称 这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建议他成立一家公司 将他所有的证券都转入其中 并在公司内部进行交易 策略是尽可能多地积累特斯拉股票 并尽可能长时间的持有 根据起诉书 他们的想法是说服加拿大税务机关 将其视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而不是一家活跃的交易公司 因为这样 他可以缴纳较低的税款 诉讼称 德沃赫特曾两次被建议向 RBC慈善捐赠基金捐款 以获得慈善税收抵免 2020年12月 捐赠了约850万元 一年后 又捐赠了1700万元 德沃赫特声称 这导致了对特斯拉的过度集中 并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当股价在2021年飙升时 它的投资获得了回报 根据诉讼 它的投资组合 在当年大约8个月的时间里 从1.86亿元飙升至4.15亿元 然后崩弹 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 经历了一系列下跌和周期性反弹 德沃赫特试图通过从公司 介入2000万元 必用这笔钱 在他的个人账户中 进行短期交易 来弥补部分损失 他在诉状中表示 这一策略失败了 钱也丢了 诉讼称 当特斯拉股价 在2022年10月 出现更大幅度下跌时 德沃赫特的公司 不得不出售其持有的特斯拉股票 以偿还其在皇家银行 持有的保证金账户中的贷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德沃赫特的证券持有量 一文不值 诉讼称 如果不是 RBC的建议不充分 德沃赫特本 可以保住其大部分财富 并实施财务规划 这样就不会损失 其全部净资产 德沃赫特正在寻求 违约和疏忽的一般赔偿 他的索赔还声称 皇家银行建议 进行两次 共2550万元的 慈善捐款 进一步侵蚀了 他的很大一部分财富 从一夜暴富到一夜破产 德沃赫特的人生落差 也太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